马斗福音第二章 当黑洛德为王时,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了。 看,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,说 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? 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心,特来朝拜他。 黑洛德王一听说,就惊慌起来,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。 他便召集了众司纪长和民间的经师,仔细拷问他们。 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? 他们对他说,在犹大的白冷,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。 你犹大帝白冷啊,你在犹大的俊义中绝不是最小的。 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,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。 于是黑洛德暗暗把贤士叫来,仔细询问他们那新出现的时间。 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,说,你们去仔细寻访鹰海,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,好让我也去朝拜他。 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。 看,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新,走在他们前面,直至来到鹰海所在的地方,就停在上面。 他们一见到那新,极其高兴欢喜。 他们走进屋内,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,碎腐腐朝拜了他,打开自己的宝匣,给他奉献了礼物,即黄金、乳香和墨药。 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,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,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 他们离去后,看,上主的天使托梦写于若瑟说, 起来,带着鹰海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,住在那里,直到我再通知你,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鹰海,要把他杀掉。 若瑟便起来,星夜带了鹰海和他的母亲,退避到埃及去了。 留在那里,直到黑洛德死去,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。 我从埃及,那时,黑洛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,就大发愤怒。 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,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。 于是应验了耶雷米亚先知所说的话。 在拉玛听到了声音,痛哭哀嚎不止。 拉黑尔痛哭他的子女,不愿受人的安慰,因为他们不在了。 黑洛德死后,看,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险于若瑟说。 起来,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区,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。 他便起来,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。 但是,一听说阿尔赫劳即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,就害怕到那里去。 梦中得了指示后,便退避到加里雷亚境内, 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扎类的城中, 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。 他将称为纳扎类人。 子供音乐 我只是必须问他,